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这一系列我们所分享的是说 怎么样去调整我在家里面 跟我的家人的互动关系 为什么特别提家人呢 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也许你会因为知道在外面 在职场上 在办公室 在教会里面 大家都会因为是在外面 所以我应该要注意一点 我不要太放肆 我要收敛一点 我的讲话要收敛 我的动作要收敛 所以在外面常常表现的是比较好的一面 可是回到家里呢 因为回家嘛 既然在家里就可以比较随便 就可以比较放松 所以在家里有的时候 反而是因为是亲人的关系 太熟了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熟不居理 熟到一个地步就没有礼貌了 熟到一个地步就随便了 以至于家人的关系 反而变得很紧绷 我跟同事处得很好啊 回家不一定 我在教会里面 人家都很喜欢 回家跟老婆互动并不好 因为熟不住居理 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 在家族里面 能够有一个好的互动关系 以至于 当你要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 是带得动的 否则的话 有的时候 我在外面传福音 我在带小组 我那小组带好多人信主 可是我的家人却走不进教会 调整我和家人的互动关系 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是我渴望能够把我的家人 都带到神的面前来 那在家人的互动里面 我们提到的四个大方向的第一个是说 我们要学会欣赏我家人的长处 为什么要欣赏他的长处 因为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就是不一样嘛 丈夫妻子 你想想看 你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你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然后有不同的条件 你怎么会一样呢 双胞胎都不一样 我认识一对双胞胎 我们教会很好的弟兄 两个脸长得一模一样 个性一点都不一样 南辕北辙 但是连双胞胎 同年同月同日生 同父同母 什么都同样的环境长大 都那么不一样 所以怎么会一样嘛 家人怎么会一样呢 我有两个小孩 他们两个都是12月13号生日 同一天生日 个性一点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虽然是家人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一样 而但是面对不一样的时候 就容易有冲突 好像我们说马大跟玛利亚 因为不一样 我读马大所说的话 马大伺候的事都 忙来忙去 这个要服侍耶稣 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妹妹留我一个人在那里 伺候忙得要死 你都不在意吗 意思是说 你怎么不讲话 你是老师 你是夫子 你看他这样 你都不讲话的 骂他一下好不好 叫他过来跟我帮我啦 你知道当我们 马大跟玛利亚不一样 一个忙着做事 一个坐在耶稣脚前听到 没有什么对错 他们两个的特质不同 但是我们很容易 用自己做标准 我现在在忙着 这个做菜 你怎么不来帮我呢 那玛利亚可不可以说 耶稣在讲道 我坐在这里听到 你怎么不过来坐来听到呢 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为标准 那就会冲突 夫妻是这样 兄弟姊妹是这样 父母跟儿女是这样 婆媳是这样 我们一起来学好吗 不以我自己为标准 我承认我们不一样 不要因为他必须跟我一样 以至于产生冲突 记得神造他跟造我 就是不一样 那и到我 我懂得不一样 有一点 我认识 そして一片 都是不一样 是想到了 那参与 我懂得了 不一样 只能忍你